都说十块腊肉九块香 还有一块特别香 你们喜欢吃腊肉吗 这种用纯天然的果皮和香叶熏出来的腊肉 绝对比你以往吃过的味道都好吃 一起来看看它是怎么制作的吧 前几天安娜辛苦的在街上卖东西挣钱 现在的她已经有了一定的小金库了 所以她今天想要给自己储备一些猪肉 但是因为家里没有冰箱 所以猪肉只能依靠制成腊肉来保存 安娜今天早早的来到集市上 天上正在下雨 但这也阻挡不了安娜对于吃肉的向往 她来到猪肉摊上 要了一整块的猪后腿肉 老板也很震惊 毕竟这小姑娘居然这么好爽 她还以为安娜家里今天要来客人呢 但其实就只有安娜一个人 安娜将这一大块猪后腿肉放在自己的杯楼里面 然后她来到旁边的小卖部 在这里买了一些调味料 这些等下需要用到 等待东西都置办齐全后 安娜便准备回家了 回到家后 天上还在飘着细雨 这种天气最适合在家里面休息了 安娜将买来的猪肉给拿出来 然后简单清洗一下 再清洗一些蒜叶 等待一会使用 安娜将清洗完后的猪肉放在桌子上 然后她去到亭子旁边 牵起来一个棚子 等下要在这个下面制作腊肉 所以需要将这里给搭起来 将这个雨棚的线条都给拴在旁边的树木上 等待绑结实后 安娜将猪肉给搬到亭子里面 再将菜板和砂锅等一系列工具都给拿过来 等待所有材料都准备好后 安娜便准备开始腌制猪肉了 首先将这一大块猪肉给切成一小段一小段 只有这样才能让猪肉等下能够更加的入味 你还别说 这样切开来看这些猪肉还是很多的 做成腊肉后 也够安娜吃好久了 猪肉都分割好后 安娜拿来腌制的黑豆 将它倒在容器里面 用木棒捣碎 捣碎完后再将它们给倒在砂锅里面 之后大蒜 也将它们给捣碎 捣碎完后放在菜板上再给切碎 这样能够让大蒜更加的入味 之后安娜开始处理生姜 葱等一系列的调料 这些都是基本食材 将它们都放入砂锅里面 再加入辣椒 盐等一系列的调味料 将这些东西都给在里面搅匀 充分混合好后 就准备开始腌制肉了 将肉放置在袋子上面 然后将自己做好的调料 全部撒在上面 再给猪肉来一次手工按摩 让这些肉的每一个角落 都能享受到独特的按摩 让调料充分地混合每一处地方 这还真比自己洗澡还注意细节呀 有了调料腌制过的肉情况就是不一样 颜色明显就变了 但是这还只是开始 肉腌制好后 安娜拿来竹条 将这些肉都给穿起来 方便悬挂 肉都准备好后 安娜便开始挖坑准备熏制了 她在刚才拉起的雨棚下面挖土 挖出一个比较有深度的坑 然后她抱来一些木板和干草 用干草生火 再用竹板放在里面燃烧 两边给她立上新鲜的竹子 上面也架起竹棍 这样一个简易的熏腊肉的架子就做好了 安娜将刚才腌制好的腊肉都给挂在上面 就准备开始熏制了 猪肉放在火堆上面 下面燃着火焰 很快肉就被烤得优点干了 但这正是安娜所需要的样子 接下来 安娜便准备去寻找一些材料了 她来到柚子树这里 想要摘一些柚子回去 她背了一背搂柚子回来 然后将这些柚子都给切开 然后将这些柚子给倒在刚才的火坑里面 再给上面加上一些新鲜的香料叶子 瞬间这里面浓烟四起 但是大家别害怕 这只是烟雾打 这是安全地带 不会有危险的 接下来就是静静等待熏肉了 时间来到傍晚了 安娜提起煤油灯来到亭子这里 开始借着灯光包玉米 反正这外面有火焰 正好可以用来烤玉米 做到资源不浪费 这些肉已经熏了一下午了 但还没有达到安娜所期望的那样 玉米烤熟后 她便在旁边的亭子吃起了玉米来 吃完玉米后 就直接在亭子这里睡觉了 第二天 安娜从吊床上起来 猪肉经过一晚上的熏烤 已经完全变了样了 安娜将家里之前买的鱼一起拿过来 趁着火候就开始烤了 昨天晚上在亭子里面睡觉 这可让安娜一顿不舒服 而且身上全是烟的味道 她要给自己清洗一下 拿好衣服 就在自己的浴室里面开始洗澡了 洗完过后 安娜裹着浴巾出来 自己的肉已经熏得差不多了 她换好衣服 拿上工具 用纸将这些肉给包起来 这样可以放更长时间 这些肉也算是熏制完了 你们觉得安娜这种熏肉的方式对不对呢 这样做出来的腊肉好吃吗 大家见过彩虹糕吗 就是这种用糯米制作而成的三色糕点 看起来就非常的好吃 吃起来的话也是真的好吃 没吃过的都可以来学习一下如何制作 其实制作也是非常简单的 一看就会 今天一早 安娜吃完早饭后 就收拾好工具 准备出门干一件大事 出门走得急 连大门都没有关 估计回来的时候积压全跑完了 安娜沿着山路准备下山了 她来到表妹家里 表妹家很大 而且这个瓜棚上面还结着几个奇怪的瓜 其中有两个绿色的 还有一个已经变成红色了 安娜看着这个红色的瓜很感兴趣 想要立即将它摘下来 但是自己太矮了够不到 这旁边正好有一个梯子 安娜便搬来梯子准备上去采摘 正好表妹看见她这样上去属实有些危险了 便立即上来帮忙 不然万一出意外就不好了 表妹给安娜扶着梯子 安娜上去 徒手将这个红色的家伙给摘了下来 等下制作需要用到他们 安娜来到旁边 发现表妹的院子里面居然还种着猕猴桃 这可是好东西啊 可不能放过 便顺手也摘取了几个 做完这些 安娜便从表妹家离开了 接下来她要去到集市上 采购一些糯米等原材料 在购买的时候 安娜还机灵地向老板娘要了一些塑料袋和手套等 这方便等下糕点的制作 所有材料都收集完后 安娜便准备回家了 她将购买的材料都给拿出来 都有糯米 猕猴桃 板蓝根 白糖等材料 其中糯米是最重要的 其他都是一些染颜色的材料 材料都准备好后 她便开始清洗糯米了 这个黄色的是黄小米 通常用作酿酒 但是口感也和糯米很像 安娜将这些都给加水清洗一下 去掉里面的浮沫和杂质 然后将清洗好的白糯米 给分成两个容器桩 接下来她拿来刚才从表妹家摘来的瓜 将它给破开 这个瓜里面的果肉是红色的 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诱人 就像瘦肉一样 安娜将这里面的果肉取出来后 便准备开始将它们捏碎 全部将它们融合合在糯米里面 这个瓜的染色效果非常好 一个瓜就能将这一大锅的糯米 都给染成红色 大家如果买不到这种瓜 也可以用火龙果代替 鲜果一样的好 等待这锅糯米染色完成后 安娜将这些糯米都给搬进家里面 接下来 她在小一点的砂锅里面 放入板蓝根叶子 因为板蓝根叶子 可以过滤出深褐色的枝叶 用来染色效果特别好 简单的浸泡就可以 弄出这么深的颜色 安娜将这个枝叶倒入小锅里面 将这里面的糯米给染成蓝色 虽然蓝色看起来没有什么食欲 但至少可以做出三种色差 比较大的差别 简单将这个给翻转一下就可以了 之后安娜拿来两个锅 这个是之前煮粽子的锅 今天又给表妹家借了一个 安娜将红色的糯米 倒入大一点的锅里面 然后将蓝色的糯米 倒入小一点的锅里面 最后黄色的糯米酒 直接放在砂锅里面煮就可以了 家里没有足够大的灶台 同时煮三个锅 所以安娜将这三个锅抱到外面安全的环境处 准备在外面煮糯米 锅架起来后 安娜拾来柴火 就准备开始生火了 听说安娜要做彩虹膏 表妹也很好奇 便想来帮助一下表姐 两姐妹便在外面守着三个锅 静静等待锅里的糯米煮熟 在等待半小时后 安娜用筷子尝了一下这些锅里的糯米情况 感觉都有些熟了 便将锅里都给打开 给里面加入白糖 然后进行搅拌 让它们味道更加的香甜 这些做完后 安娜拿上工具 去到野外砍了一些香蕉树叶回来 等下她将用到这些香蕉树叶来煲糯米 安娜将这些叶子剪成一些小块后 再用毛巾给上面进行清洗 之后需要将这些叶子剪成圆形 折现工作表妹便来帮忙 安娜将煮熟的糯米放进容器里面 一层蓝色 中间黄色 上面再加上红色 这样一个三种颜色的彩虹膏就做好了 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不错 看起来也特别有食欲 表妹在后面打下手 将安娜做好的糕点用塑料袋装起来 因为等下要拿去卖掉 两姐妹就这样忙碌着 等待将所有的糕点都打包完成后 两人收拾完工具 就准备出门售卖了 他们俩在村里面挨家挨户地问 想要将这些糕点给卖出去 村里人见到安娜 也是非常热情的 毕竟安娜的勤快是人尽皆知的 大家都比较喜欢她做的美食 相信两人肯定能卖出去不少 都说一个女人勤快起来 可以抵三个男人 那么如果两个女人一起的话 岂不是吃穿不愁 无忧无虑了 我国古代便是男耕女之的传统 对于家庭事务 女人才是一片天 这不天气已经开始降温了 安娜独自居住在野外 肯定也是需要准备过冬的燃料的 而且这段时间 自己的表妹也来到野外 想体验一下生活 两个人便想着着手于木炭的准备 这样自己也有足够的材料过冬 早上一起床 安娜收拾完东西后就要出门了 此时的表妹还在楼上睡觉 安娜不好意思叫醒她 便提前准备去到野外砍木材 她来到一处可以伐木的地段 她用电锯将几棵树木给锯断 等待树木倒下后 安娜再用斧头将上面的枝丫给去掉 自己制作木炭 主要用到的材料就是树的主干部分 枝丫留在这里等它干了后再来运它 而且这里距离家里还有五公里的路程 有枝丫的话搬运起来非常的费力 所以只能这样处理 安娜将砍好的树木都给摆放在旁边 方便等下再加工 这时的安娜已经砍了好几棵树木了 太阳也出来了 表妹这才起床来帮忙 但毕竟是表妹 只要愿意来帮忙就行了 有了表妹的帮忙 安娜就可以将这些树木给搬运开了 新鲜砍到的树木是很重的 而且这个坡还特别的陡 所以有人帮忙是最好的了 安娜将搬运上来的树木 给锯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样子 再将它们给捆绑起来 这样等下就会方便很多 两姐妹将这些木材给绑好后 便放在肩上准备回家了 一次肯定是搬运不完的 两人还需要多跑几次 回到家后 两人又开始忙碌了 他们去到外面的地上挖一些泥土 这里的泥土 似乎要比在地上挖得好很多 两人用独轮车 将泥土运输到固定的地方 这里有他们之前挖出来的一个小坑 刚好还可以继续利用起来 挖来的泥土还需要将它们给捣碎 做到越细腻越好 然后提来水 将泥土给搅拌一下 可能真的是土之原因 这种泥土混合税后更加的粘稠 泥土混合好后 表妹留在这里 将这些泥土给涂抹在坑的四周 而安娜则是来到野外 砍了一些竹子 砍的是这些细小的竹子 这种因为等下要用到这种竹子 来做一个架子 大小刚好合适 而且也很坚固 安娜将竹子给抱了回来 这时的表妹 已经将坑周围的泥土 都给抹得差不多了 见到安娜回来了 两人便开始准备 将这些竹子 都给插在旁边的土壤里面 像这样将所有的竹子都给插上 中间全部绑定在一起 就像一个火把一样 然后两人用细一点的竹条 将周围都给编织起来 用来加固这群竹子 防止等下竹子滑落 导致后面的工作完成不了 做完这些 他们拿来饲料袋子 将这些编织袋给分隔开 然后将它们铺在竹子上面 之后两人再用泥土 给上面涂抹上 用手掌将它们都给抹平 就像非洲搭建房屋一样 就像这样一个专门 可以用来烧木炭的小房子 就做好了 虽然看起来 就像一个帐篷一样简单 但这可是花了两个人一天的功夫 从砍树到搭建完 如果只有安娜一个人的话 完成起来确实很有难度 还好自己的表妹还来帮助自己 这才收拾完这些 现在已经是傍晚了 烧木炭也只能等到明天了 第二天 两姐妹来到这里 昨天收集来的木材都堆放在旁边 今天的这个小房子已经干透了 已经可以开始投入使用了 两人便将这些木材全部搬过来 一个负责搬运 一个负责整齐地将它们堆放在里面 两人分工完成 等待所有的木材都堆放好后 安娜抱来一些干草 将干草放进里面 就这样可以烧木炭了 烧木炭的这段时间 两人还准备种植一些冬瓜 将这些刚长出的苗独给分出来 然后在自己家的鸡卷后面开始挖地 将它们种植在这里 等它长大后 根系就可以长进鸡卷 鸡卷里面有纯天然的农家肥 可以帮助瓜苗们长得更好 可以结出来更多的冬瓜 等待小苗种植好后 安娜她们又去到森林里面 帮回来一些木材 想要给冬瓜搭建一个棚子 反正表妹也在这里 刚好可以让她帮助自己 不然等表妹走后 自己一个人做起来确实有些累了 免费的劳动力肯定要用的 搭建棚子也不用太麻烦 就是在周围立几根木材 然后在上面也给搭建好框架 框架都用铁丝来固定 再给上面放上一些竹子等棍子 这样一个简易的的瓜棚就做好了 究竟是什么样的越南粽子 居然需要两个人一起包 而且据说这粽子的口感比我们的还好吃 这属实让我有点不相信了 肯定要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大秘密 同样是大锅煮出来的 为什么比我们四川的甜粽味道还好 难道只是因为 它是在野外煮出来的吗 早上安娜刚从自己200平米的 双层小木屋里起来 刚下楼 就看见表妹已经吃完早饭了 安娜不喜欢吃早饭 于是便准备拿上工具出门了 表妹怎么劝她吃早饭也没用 就连自己家的小兔子也会吃早饭 但是安娜就是不喜欢 你们早上起床 可一定要吃早饭哦 就这样 安娜独自出门 她来到一位老人的家中 老人家里种植着包粽子的植物 他们越南基本上都是用这种芦叶来包粽子 不像我们用的竹叶 但是这种真的包粽子会有竹叶那么清香吗 老人很客气地让安娜采集叶子 安娜也毫不见外地采集了这么多 因为她今天包的粽子可不是给自己吃的 而是要拿出去卖的 卖的钱可是自己的生活费呀 安娜将收集而来的粽叶 全部用绳子捆绑起来 捆绑得越结实越好 避免到时候在路上全部散开掉落一地 等待将这些叶子打包完成后 安娜便准备回家了 回到家发现表妹居然在做扫帚 看来她真的很喜欢和安娜在野外两个人生活的日子了 安娜拿上一个篮子 就准备去到外面处理这些叶子了 这些叶子不用清洗 直接用工具去掉它的边角 让叶子更加地整齐 这边表妹在筛选糯米 将里面一些没有去掉壳的糯米给分出来 等待安娜将叶子给处理完后 表妹烧的热水水温也合适了 安娜便揭开锅盖 将手里的叶子全部放进锅里煮 她们这边似乎都比较喜欢煮过的叶子 表妹将筛选锅后的糯米进行清洗 等待糯米清洗完后 安娜将之前糯米倒进提前准备好的茶水里面 这是过滤茶叶后留下的茶水 将糯米泡在里面 可以让糯米具有茶的清香 吃起来更好吃 这边叶子也煮得差不多了 安娜将锅给端下来 将里面的叶子给放入凉水里面 煮过的叶子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她们要煮一下 安娜将泡完水的叶子给端到桌子上 她将捆绑叶子的线给去掉 将叶子给铺展开 再通过纯手动风车 将叶子里面的水给尽量甩干 之后安娜拿来线条 表妹将泡过茶水后的糯米给端过来 两人就在屋里面 准备开始包粽子了 糯米不需要添加什么调料 就直接将泡过茶水的糯米 包裹在煮过的叶子里面 就像我们将糯米包进竹叶里面一样 再用线条将粽子给捆起来 防止在煮的时候粽子散开了 看完这个 你是不是发现 其实步骤什么的差距不大 几处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是用的露叶 糯米也是泡过茶水的 这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大的区别 而糯米的品质什么的 其实差距不大 两姐妹齐心 很快就将粽子包完了 这粽子也是长条形 和我们的三角形粽子 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 粽子包完后 就需要开始煮了 由于数量太多了 一个锅肯定装不下 而且家里也没用足够大的灶台来完成 所以安娜两姐妹 只能又选择在外面架灶台来煮粽子 将粽子放在两个锅里面 然后给锅中加入水 放在有两块砖头搭建的灶台上 就可以开始煮了 说实话有点太简陋了 万一砖块撑不住到了 锅里面的粽子掉出来是小事 开水烫到人就危险了 而且居住在山里面 距离医院又太远了 不能及时救治 所以还是要注意安全 在表妹煮粽子的这段时间 安娜也闲不住 她开始照顾起自己的庄稼 甚至拿起锄头 开始挖地 想要再种植一些精条 等待安娜忙碌的这段时间 表妹拿出了一个粽子 想要看看煮熟了吗 她包开粽子的叶子 里面金黄的糯米酒漏了出来 看起来非常的好吃 金黄诱人的食物谁不喜欢 表妹立即叫安娜过来品尝 两人在吃完后 都觉得味道十分的不错 就准备出锅了 将里面的粽子 都给夹出来放到波及里面 然后将锅和灶火都给处理掉 特别是灶火 之后两人将粽子抬回家里 等待稍微冷却后 便将粽子装进杯楼里面 就准备出门售卖了 这种粽子带着茶香和露叶的清香 闻起来肯定也不属于我们的竹叶香 在越南这边还是很多人喜欢的 两人拿这个粽子出去卖 肯定能收获不少 表妹的到来 带来了劳动力 同时也需要安娜更加的蛀虫生活品质 所以他们才经常做东西来售卖 村里大家都很喜欢两人做的粽子 没一会的功夫就售卖完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见